大家好 又是我們遙控工房的時間 今天我們會說什麼呢 我們今天會說的一輛 其實近來都比較是熱門的車 就是Free Racing的MG EVO 如果有留意我們遙控工房的話 其實都知道這輛車已經出了一段時間 大概是五六月左右 這輛車已經出了 如果有看我們的文章都知道 其實在五月初的時候 剛剛這輛車就來上市之前 我就已經是拿到這輛車 已經開始在寫這個開箱的文章 但是為什麼我們會去到現在 才會拍這個影片講這輛車呢 當然我們其實拿了這輛車回來之後 我們都比較希望可以把這輛車 很認真地去試過這輛車 然後把一些我們試過的感覺 數據來給大家 而因為這輛車是比較新的 所以我們要遲的時間 相對來說是比較多些 而更重要一點的話 我們希望試完這輛車之後 給大家的數據 是大家可以用得到 兼甲來說 不需要你是一個很高手 你只是一個初學者 買到這輛車之後 回去玩 我還是可以設定好 玩得到 所以我們花的時間 相對比其他車多 所以為什麼才會用的時間比較多 或者說說這輛車 FREE RACING這輛車 為什麼會這麼興奮呢 首先兩件事 它是一輛M車 這輛M車 是一輛 類似於田宮大小的M車 另一方面來說 第二件事比較吸引的地方 就是它的價錢問題 它的價錢來說 港幣大概是五六百元左右 所以對於很多普通玩家來說 它的吸引力非常之高 尤其是你看到 它不是一輛全塑膠車 相比像田宮的M車 整天都是塑膠 它是用了纖維板 加上有很多零件可以換 所以令到這輛車的吸引度非常之高 無論在香港 台灣 又或者外國國家 這輛車的話 吸引度都相當之高 所以我們今天就會講一講 究竟這輛車 怎樣去設定 或者怎樣去做 才會比較好玩些 或者這輛車怎樣可以令到初學者 玩上來比較好些 那我們就嘗試講一講這輛車 剛才說到 為什麼我們會比較 花的時間是比較多 去設定這輛車去玩這輛車 原因有幾個原因 因為這輛車來說 我們做的時候 有幾個原則 我們放進去的 首先第一個原則 我們希望做這輛車 就是希望設定的話 是不需要高手 普通的車 都可以玩普通的初學者玩家 拿回去之後砌好 它都可以玩到的 即是說 你本身來說 設定一定是 無論誰拿去玩 它都可以行得到 這是我們第一個希望可以做到的事情 第二個希望我們可以做到的事情 就是這輛車是一輛M車 M車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如果大家有些人看過田宮的M車 都會知道 M車是一輛比較短 小的 比我們一般玩的Turing小的車 而它用的車殼 通常都會比較小 舉個例子 我現在試用的 就是一個 Master II的M車殼 這個M車殼 基本上是田宮殼 比較短 通常都沒有定封液 或者沒有任何尾液 可以讓它安裝上去 那為什麼我一定會用這個車呢 其實因為怎樣說來呢 玩M車的一個其中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希望可以玩到一些比較 我們所謂叫做Q版的車款 如果我們是想玩一些有風壓有美翼的車的話 那我會覺得我會選擇玩一些Turing 就未必會玩M車 而另一方面來說 這些M車來說 因為這個車架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可以有三個長度設定的 本身來說就有210 225 又或者Oligo比較長陣的車架 三個設定可以去做 如果我們是用Turing的設定去玩的話 我覺得會失去這車本來想設計的原因 而我知道坊間上面是一些 學出了的樣子 好像Turing的 適合這車 225的有買定封的 但如果我用這種學 來為這車設定的話 我覺得會失去這車本來設計 好玩M車的原因 所以我變了來說 這是我第二個堅持 就是一定要用這種車學 而玩你上來都玩得到 這樣才會OK的 那如果譬如說 你有可能玩開田宮的車都會知道 那這車相比起田宮現在現時的M07 有一個很不同的地方 就是M07 就是不可以設定到210的長度 這車是可以的 那210是有什麼特別呢 210就可以用得到 我們以前舊款M車所謂的Mini車架 Mini的車架 那如果我用了Turing 有這麼美學的東西的話 我就一定要設定225 那我就不可以用到那些車架 而不可以用到那些車殼 那些車殼的話 你用不到的話 那你就會變成說 那你玩的其實是M車 只比是縮小了的版本的210 那我覺得就不太好 所以我變成說 我會堅持這個設定 一定是要火發 這一類型沒有尾 不能讓你裝定封日的車 那我這個是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而另外一件事 我會覺得這件事是比較重要的 就是關於它用的馬達 那我現在用這個馬達是一個13.5 那如果大家又玩開田工的M車會知道 田工的M車它的齒比數是比較限死了 那變成說 無論是M07 M05 都好 如果你說一些比較快的馬達 那一車的車速都會很慢 那兼加理由 可能要改很多快速 或者什麼 才有一定的車速 那變成說 其實是不夠快的 而這輛車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因為它可以用到這種帶子 可以用到普通的馬達瓦 那變成說 所以我可以做的設定 其實是比起普通的M車高很多的 如果我將這輛車用回 譬如田工現在用的普通的 17.5 或者21.5 去行這輛車的話 其實我覺得又是會失去了 這輛車可以用到這個帶子的原因 那所以變成來說 在第三點來說 我自己希望這輛車 我的設定是一定要走到13.5 至少13.5的馬達 那我覺得先為之可以接受的 那這個是我另外一個特別的地方 而另外一件事 就是這輛車可以用的車輪 那它本身來說 四條都是光面無問題來的 那又是那句 如果你說有看田工車 就會知道 田工玩田工車的話 田工M車通常來說 就是頭尾輪是不同的 可能頭是用S-Grip 頭尾是用M-Grip 那就會令到車子很好走 好爭 但是對於我來說 我覺得如果一個普通買這輛車的人 我又要投資去特地買一套 前面買一套 後面 我覺得其實是不太合適的 就是我覺得不太合適的 我會寧願這輛車 設定是一定要頭尾輪 都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這個是我第四個 我希望做到的事情 就是我的設定一定要是頭尾輪 所以這輛車有四個 另外最後一個點 就是我自己希望可以做到的 就是這輛車的特別地方 就是可以用到一個很特別的電池架 我希望我自己 一定要用到普通的電池來做設定 雖然它本身來說可以做到很小 可以用到比較我們所謂的 叫做Shorty電池 但是我希望這輛車 是用在正常電池來的情況之下 而它有好客 所以見到我有五點 比如我五點就是第一個點 就是希望它第一 就是這輛車設定 是要無論誰駕駛上手都會好行 第二點就是一定要用到M車殼 用M車殼來行 就不是用一些Turing款式的殼來行 第三點 一定要用到比較快的Model 13.5是行得好行得直 而第四點的話 就是要頭尾輪一樣 不可以說我要用頭是用一隻輪 不是用第二隻輪 而這樣去玩 第五點就是希望電池一定要用到Stick Pack 普通我們用到一部 普通長身正神款的電池 這樣的話 我就覺得這輛車才會適合給坐學者玩 所以這個我會基於這五點的設定 來做這輛車的介紹 剛才我說了 關於我這輛車的設定 最重要來說 這輛車的Mini MG 有五點的設定 我一定要比較留意 令到我去做這輛車 介紹給大家的 首先第一件事 如果大家有時間去看 遙控工房裡面 M車區的文章 關於這輛車的話 其實都會發覺這輛車 有幾多地方 大家玩的時候留意到 始終這輛車是比較新的 所以大家一直在嘗試 不同的問題 究竟怎樣去解決 這輛車是需要時間去試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會試這麼久 或者我講一下大家 網上去發現有什麼問題 首先大家通常會發現這輛車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 這輛車是最初出說明書的時候 應該是最初出說明書的時候 就講關於這輛車中間的位置 有一件件 究竟是向上裝和向下裝的問題 會影響到什麼呢 影響到二樓架 或者底板 究竟值不值的問題 第二個點 他們會講到 這輛車很多時候 起步的時候 走直 會折向左 即是我們所謂 會偏向左 向右的方向走 那我就就著這個問題 其實我試了很多次 跟著研究之後 發覺這輛車 究竟如何去解決這個問題 我會歸納左右以下紀錄案 首先第一件事 剛才提到 這輛車會向一邊右走 或者走的時候走不敵 其實問題是 源於什麼呢 其實根據我自己 非常仔細的觀察和測試之後 其實是源於什麼呢 其實源於這件件 究竟向上張向下裝 中間這個位置 這件下面這件 向上裝 向下裝的問題 因為最初來說 Free Racing 說明書 第一代的時候 裡面的說明書 是顯示著 是向上裝的 它裡面有一個箭嘴 你可以看到 另一輛小朋友 有一個箭嘴 它就說是向上裝的 這個其實是一個錯誤 後來Free Racing 在新的說明書那裡 已經改回了 如果例如 你買一個車回來 在一輛的第一代 因為剛剛出過的時候 有機會看到向上裝的話 我會很建議你 就去買一個比較 或者去網上 下載它們最新的說明書 看看它究竟如何裝的 例如 如果你向上裝 向下裝 這個沒有調轉 對的話 理論上是否代表值呢 其實就不是的 我自己很仔細去檢查之後 發覺這輛車有一個問題 就是在這個後波箱裡發生的 它裡面有三個三組的殼柱 你看到三條柱在這裡 三組 或者叫做這裡 因為一條兩條 然後三四四條 這裡的位置就是一組 第二支第三支 這幾支其實會牽涉到 令到這個移口架會不會平 首先要記住 向左向下裝 然後第二件要留意 原來這個柱 其實它本身是啤膠出來 這個膠有點收縮便影 就會令到它會斜在一邊 如果你就這樣把螺絲扭死去的話 它到時的車架 首先是二樓架會彎 第二件的尾也會向上膠 所以我們要解決這個問題 就一定要很小心小心去留意 裝這幾件件 你看到我只裝了這幾件件 這個架 二樓板 波箱底 和波箱面 首先第一個問題要怎麼解決呢 如果我裝這個車架 第一件事我裝好之後 這上面的螺絲是不會扭死的 這些螺絲我全部會鬆的 這兩顆也是鬆的 為什麼呢 鬆了之後有一個二樓板 讓它可以動的時候 我才慢慢調整 然後有兩口螺絲可以裝死的 而這兩口螺絲我不會裝死的 而這兩口螺絲我不會裝死的 原因是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如果你找一把卡尘 玩遙控車的話 最好也是買回一架卡尘 你會卡一卡它 發覺這兩條鑊柱其實是短了一點 如果我把底部這兩顆螺絲 裝死去的話 它就會導致這個尾就向上炒了 向上炒有什麼後果呢 就是導致你尾的兩隻鼻 就是這個 這塊的鼻子 就會向上炒起 向上炒起之後 就會導致你的車會走不直 因為尤其是你一炒起的話 車尾那裏 你就不知道你究竟去下那個 避震或者各方面的油壓 究竟盡不準確 譬如說這個泥 就算單單是量度尾的距離距 這個位置可能和這個位置已經不同了 這個是我自己覺得 可以接受的 所以呢 我解決的方法就是 我量度了很久之後 我發覺就是這裡的距離 我會首先量度這個距離 然後量度這個距離之後 我就會在這條尾的鑊柱底部位置 放一塊鑊柱底部位置 就是那些漸片 我就放了大概是0.2-0.3的鑊柱底部位置 我自己量度過的距離 就是這個是對的 基本上來講 它尾那裏就不會再炒 如果我自己可以的話 我通常就會拿一塊棒 放在平面上按 看看它有沒有一個炒魷魚的情況 如果沒有的話 基本上這個波箱尾 就已經做過了 如果它還有一點點膠 或者最簡單的方法 放在平面後 你試一下放一塊子 如果在屁股的位置 或者這個位置放不到 這個位置放到 即是說它還有一點點膠氣 你可以再放多一點 大概0.2-0.3 這個距離去走斬 這樣的話 就可以解決到尾後面這個 炒起了問題 也是因為這個問題來講 其實我中間這顆螺絲 我沒有裝到的 我只是裝了一套 這三口螺絲 因為這顆螺絲 其實這條柱 也是有點不適合高度 如果你說在這個位置放鮮片 其實我覺得 不是太適合 因為它本身來說 這條鑊柱和這條鑊柱 兩個的距離 是有點差距 如果這個又放鑊 這個又放鑊 到時尾巴就會這樣跳起 所以我也不太想 我根據我自己慢慢扭的過程 發覺 其實只需要尾巴這條螺絲 扭起來就可以了 這顆螺絲 反而我覺得 扭不扭很大 沒有什麼大關係 為什麼呢 因為這部車本身來說 車架 其實很硬 不要以為它用了纖維板 就不夠硬 其實纖維板已經很硬 甚至 我舉個Fu Racing 以前說 它有些設定 就說 你這兩顆螺絲不上 就上兩顆機 就進去 令車架更扭 車會轉 但其實我自己 就不會這樣做 因為我試過這車 其實我玩的時候 我覺得 我反而不太想 這車轉得那麼重要 因為轉得那麼重要的話 這車反而會有兩頭折的情況 所以我這車的話 我就寧願傷死了這顆螺絲 然後這顆螺絲傷死了之後 這顆螺絲不上 其實車架已經很硬 所以這顆螺絲 反而不太重要 亦不上的話 亦不會影響車架的變形 上了反而會令它有變形 所以我最後決定 試了它這顆螺絲不上 這是我第一個 要做的解決方法 剛才說了我塞下面 這個位置的設定問題 第二個問題 就是 其實我發覺這車那裡 這個波箱來說 其實是有一點輕微在這邊 變形的 那 我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其實因為我本身來說 除了這架之外 你會看到我還有一格 我都拿了幾格回來 去做一個 量度過和檢測過 剛巧這麼巧 這裡是有輕微 輕微 很少很少的變形 我自己發覺這個變形的話 就源於是這個 這顆螺絲的一個位置 剛剛差了大概是0.2 又是0.2至0.3 這樣它的高度距離 那解決方法是怎樣呢 那就是 我量度過 這個位置 這兩顆 基本上就沒有變形 這個位置我可以扭死它 沒有問題 而這顆 就不要扭死 這顆可以扭死 那麼 扭的過程來說 最好大家 也是買一把卡尺 買一把卡尺回來 卡住不同位置 比如說我量度過這個位置 量度過這個位置 量度過這個位置 每個位置量度過 扭的時候 可以量度過度 究竟它的距離合不合 如果距離合不合 如果距離合不合 就不要再扭死它了 因為這個螺絲 其實會不會影響到 它本身的車會不會散 或者其他 其實是不會的 沒有扭死它 反而不會影響到 它的車會動 或者其他 如果你擔心這個位置 可能要放波頭 會動的話 你只要上螺絲 其他位置交易問題不大 但是不要扭死它 一扭死了 這個二樓板 會被它夾進去 導致車架 就會有輕微 在這邊扭 所以要小心留意 只要你扭 扭了之後 再找一個卡尺 夾回去 只要它的距離 是對 基本上 二樓板 和底板 就會平 如果這兩件事 做到的話 其實對這輛車的幫助 是很大的 因為有很多不同的朋友 說這輛車 會偏向右邊 或者左右兩頭折 不穩定 其實我自己看 當我做好 我現在本身這輛車 這個設定之後 基本上 我剛才說的問題 是消失了 是沒有再 我看到會有左右折 有些朋友 會不會說 裝個Servo 你看到這個 是有Servo洞 可以用在上面 因為這個是第二版本 第二版本 可以讓你裝上去 有些人 就選擇裝在這裡 打算好一點 其實我自己 就不是這樣 建議 因為你裝上去 當然它電變 或者它接收 可以裝在這裡 但是那些比較輕 如果Servo 裝上去 其實相對來說 你變重了 其實 對這輛車的走 其實不太有利 而另一方面 有些朋友 就會用這個方法 去解決左右折問題 他們的方法 就是會把這個車頭 這個部分 調到外傾角 調到很大力 令到它不要左右折 但是你這樣做法 其實你是把車的動力 損失了在頭套角 所以你的車就無法快 還有裏面來說 相對來說 你對於不同的部件 亦會傷害很大 所以我對於我來說 我會寧願在這輛車 在它組裝的時候 這個位置做好一點 度好它每一個位置之後 然後再去做 所以你之後整輛車的設定 就會容易做很多 也會輕易很多 如果你不先弄好這個問題 而去組裝好整輛車架 我自己會覺得 你之後設定這輛車 你會設定很久 都不知道為何 為何會仍然有這個問題 或者 我就算設定很大的 拘捕 為何仍然會擠在一邊 所以我寧願先做好這件事 做好這輛車架 剛才我說的 關於這三支處理方式 或者二樓板的處理方式 其實已經解決了 很多很多的問題 另外一個點 我覺得要留意 就是關於這輛車的 就是這個Servo的問題 你會見到我這個Servo 是用一個Full Size的Servo 不是一個短的Servo 剛巧我這輛車 因為是一個長震 你會見到 這個Servo 其實跟Servo 是貼到剛剛好 如果你做這個Servo 你安裝Servo 剛剛好 有一個Full Size 不是一個短的Servo 很多時候 你會發覺 可能你自己不撐角 這個Servo 屁股尾 是會頂住你的 這個 這個 的 是被 被碼的 如果當你頂到被碼的時候 有什麼結果呢 就是導致這輛車 二樓架 是會頂起了 炒起了 同一道理 如果二樓架 炒起了的話 即是說 令到這輛車的 扭動性 是很 不預計的 即是 不可以預計的 所以這位置 你安裝的時候 大家要小心留意 就是安裝好這輛車 才好 安裝Ser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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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看 究竟有沒有頂住這個 如果沒有頂住 這個 如果沒有頂住 那才對 如果你擔心它有問題的話 你可以用短的Servo 來解決 但是如果 例如我包裝 我剛剛都不算用了 我又不想買那隻 我又用了一隻Full Size 這個一定要留意 如果不留意的話 你會看到Servo 整個二樓板是微微的撈起了 就是因為它頂住了這個秘密 所以如果你在這幾點上來講 撿回去的話 其實這輛車就接近 車架的便宜度已經很低了 就不會再說好像 接在邊或者有大問題 這個是我第一個 在車架組裝的時候 可以建議給大家去留意的地方 剛才講了關於這輛車的 車架組裝的問題 怎樣可以令車減少便宜 其實當你車的便宜減少了之後 其實這輛車就已經變得非常好走 也不會減少了 例如走起步就會折向右邊的問題 除了這個問題之外 有什麼地方可以做這輛車更好呢 我會在這輛車的便宜 有些朋友會說 會不會是因為這輛車的 轉向這輛車有問題 而導致這輛車偏向一邊 我也有一點點心得 首先我會在這輛車上面 這個位置做一些墊片 墊長去 所以這輛車的推桿 是比較向外一點點平衡 和這輛接近平衡 但沒有可能完全平衡 為什麼呢 因為根據原本的方式去做的話 這輛車的轉向的話 是會有一點點 頭段和尾段 是有些很大差距 如果我墊了之後 整個轉向的那輛車 就會比較平均 所以這輛車走起來 就不會太容易 例如距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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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到車頂一點點 寧願去頭段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你會看到會比較這樣 是轉得比較好一點 另一方面的話 我一個點就是 就是因為這支推桿比較長 如果給我自己去設定的話 我的推桿會寧願弄短一點點 而它的伺服是向我自己那方面 向我那方面是有一點點 原因是讓它有一個推力 推著本身這套件 令它走起來的時候 就不會太大力 那麼快 一起步的時候 就會向後推 導致你看到 其實向後一推 其實就是偏右 所以我做了這兩樣東西的話 其實基本上來說 它偏右的問題都會減少了 走起來也不會太糟 剛才講到關於PYC的問題 那 因為這輛車 其實網上 例如是Free Racing 它給一個設定 就是我來所謂的 道船街設定 道船街來說 場地比較小 直路比較短 那如果這輛車比較 轉向快的話 其實在它的場地來說 是絕對有利的 但是如果你拿這輛車 走去PYC 甚至舉個例 拿去 例如去 去 佐登局玩的時候 它們的直路是很長的 如果你的車本身 是轉得那麼快的話 那麼糟的話 其實你的車是直接走不到的 兩三下就已經騙了 所以你這輛車 一定要設定好 讓它走到直 我寧願這輛車 不要那麼轉 不要那麼短 所以我才會做這個設定 另外一個 你會見到這個位置 我是比較佔高了一點點 讓它這兩條臂的距離 向上移動的時候 是接近一樣的 這個好處就是 不會說 因為原本來說 它比較低小 你看到這支 或者這個 原裝的距離 其實差不多距離 它會向低一點點 變成這樣 向上移動的時候 其實它會扯它 扯它過去的 所以我寧願 這兩支是接近水平 動的時候 它就不會有什麼 扯動力 變成這樣 它動的時候 就會更加 平均 不會有我們那個 大的問題 這就是基本上 可以做到的 而另一方面 你會見到 油壓方面 其實油壓方面 它就不能用到 短的油壓 基本上 都是用長的油壓 所以你看到我這個 雖然我換了 做一套 Free Racing金屬 但是 彈弓我也是用 比較長的彈弓 這些是田弓原裝彈弓 來的 我設定是 會有白色和藍色的 油壓油 用回原裝的油壓油 基本上 車子這樣的設定的話 在一些比較 例如我們在PYC玩的路段 或者整個玩 其實已經是比較穩定 而 最後一點的話 我自己設定 這個頭 這裡 它原裝是用中間的洞 我就設定了裡面的洞 令到油壓反應 是比較硬 不會太快 或直接 例如你選中間洞 會快一點 裡面的洞 會慢一點 所以我設定了裡面 不過它這樣設定之後 有一點問題 剛剛好會頂住 頭那份 Anti-roadbar 但我看過 它動的時候 不是干擾得很大 所以我仍然有它先 最主要就是這幾個設定的話 基本上車子 就可以走得好很多 至於這個 例如一個 CAMPER 我基本上都是跟 原裝的設定 就沒有特別改變 另外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你會留意到 我就是所有的推桿 都是放在這個 漸片 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因為這輛車的推桿 它不是一支推桿 它裡面的設定 可能是說 只有1mm 或者2mm 如果你有它就這樣 空的話 其實你很難度 得到1mm 2mm 如果我用一塊漸片 來塞進去 我知道有很多 夾死了一塊漸片 我會知道 一定是1mm 或者2mm 所以我會這樣做 而另外一件 我改了 就是這支的推桿 我這支推桿 換了一支田工的推桿 為什麼呢 因為原裝 Freeway性的推桿 比較長 如果我要做到這個 前臂 是有一點點向外的圖勾 的話 我其實不是沒有圖勾 有的 是小的 但不是很過分的圖勾 那 我自己呢 就換了做田工 因為短一點 我跟著裡面 再放了大概 2mm的漸片 那我自己覺得 現在這個圖勾 我覺得是比較舒服的 也可以做到我自己想做的 那 所以我就換了做田工的推桿 就不用Freeway性的 那基本上這個呢 就是我自己做的設定 來去改善這輛車的 關於直線 和轉向的能力的東西 那剛剛說完關於這輛車的轉向 各方面的設定之後 我或者又說回我剛才那幾件事 那剛剛我已經說過五件事 就希望第一個設定 就可以大家可以走到 那基本上我剛才提供的設定的話 基本上這輛車呢 就是我會覺得 就是比較有一點點推的 就不會好像之前那樣 是比較轉得比較過分一點點 那對於很多初學者來說 是會比較容易處理得到一點的 那這輛車呢 就已經行得到的 那而第二件事我講過 就是說 本身來說我希望這輛車的話 可以走到13.5的馬達 那改善了剛才我講關於 那個車 譬如是直線走的時候 不要阻礙折 或者整個的話 那其實呢 基本上來說 你走到13.5的馬達 就已經很好了 那或者我講過 這個車我現在本身來講 用的刺鼻是什麼呢 那我就搭了一隻 70倍34的 這樣的刺鼻 那這隻刺呢 就是一隻 FREE RACING的刺 來的 那為什麼會選一隻70呢 因為70小一點的話 我可以搭配這隻 的話 又不用太大隻 那變成你講他 就會比較好一點 如果我譬如我用到 差不多80成 的話 帶一隻小一點的話 那你相當來說 你這個位置 要退得比較開一點 那你會很難用到 快馬達的 那所以變成你講 我這隻 自己用一隻 70 FREE RACING的70 就配一隻 AIR RACING的30成 那距離 就會比較好一點 放得到下去 又不會 又或者 頂住又或者 那其實我也可以有很多設定 那這個 純粹個人意見 喜好 那我本身來說 這隻馬達 是什麼馬達 就是一隻 鬼式的13.5 來的 那就是 沒有改變的 而電變方面 我自己是用一隻 HOPBY RING QUICK RUN 那這隻是沒有TURBO的 那我個人意見 個人意見 那如果舉個例 你玩這架 你打算玩17.5的話 那配一隻 有TURBO的電變 會比較好玩一點 那如果舉個例 你這隻 是用一隻13.5的話 那我會選擇 一隻沒有TURBO的電變 因為始終來說 這一架 設計是一架M車來的 那有些朋友也說到 這裡裏面有很多次 那怕會掃一下 那可能 例如你用一隻 TURBO的電變 加上一隻13.5 那有機會 這架車真的會 好熱好熱 那可能就會 overrun 那車有機會掃一下 那所以我自己 prefer 那其實 這架車本來講 用了一隻13.5 加上一隻沒有TURBO的電變 在PYC玩 我已經可以追得到 很多的13.5TURING 因為這架車其實 可以很直 如果你本身的車 弄得很滑 那你當然要走不直 那你走直 那你走直 那你一堆 就已經死定了 那如果你加上還有TURBO 那你更加死定了 所以我會 prefer 就是這樣 但至少這個設定 我玩起來 其實是有TURING的速度 所以我自己會覺得 已經是足夠 那至於有些網上 有些人說到 關於這個裡面 有三隻尺 會掃一下的問題 那其實我自己玩了 這架車一段時間 由五月開始 收到車 去到八月 一直都在PYC 或者乘到CD的車 那我好TURCH WOOD 這樣說一句 我沒有掃一下 一隻牙 沒有怪聲 那有些朋友問 為何這架車會這麼容易掃 那你那隻不掃 那是不是因為我女生 墊得好 其實我裡面那個牙 其實就是 Free Racing的女生 它裡面說 怎樣設定 我就是怎樣設定 我就沒有特別去搞它 那我也是放一些 普通的SWAMMING的GREASE 就是有些陶瓷的油 所以變成這樣 也不是很大問題 反而我自己覺得 為什麼會掃 就是多多少少原因 是在於 你究竟玩過 就怎樣玩這架車 那其實 因為這類的掃瓦情況 並不是他獨有的 那就 譬如舉個例 大家有玩這個田工車 譬如舉個例 以前有玩過M03 或者M05的時候 甚至舉個例 你有玩過TT01 那整個話 他們都是會掃瓦的 掃瓦的原因 不外乎一個原因 過熱 為什麼會過熱呢 很多時候 就是因為你玩的時候 玩這架車 我玩了一排電 然後很快就 又去玩 不外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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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個波箱 基本上沒有時間 散開 所以它一定會很熱 很熱的話 有機會 它裡面會變形 軟身 自然就會掃瓦 然後 V-Racing 它有推出一套金屬芽 給這架車 如果問我意見的話 我會選擇用膠啞 還是金屬芽 我會選擇用膠啞 這個是多多一點 是基於我本身 以前玩過很多田工車的經驗 告訴我 膠啞是不會比較安靜 它兼顧它 有些時候 例如它動動的時候 譬如它動動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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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膠啞 可以容許你的程度 比較高一點 所以膠啞 我會選擇多於金屬芽 所以你的車 不要整個折來折去 太多空轉的話 也可以減少了 我本身的 OVERHEAD OVERRUN的情況 所以 我個人意見 玩這個車的時候 玩完一段時間 給予一點時間 去休息 還有 這個尺 基本上 如果這樣做的話 尺裡面 一定要陸續有 組裝的時候 要比較小心 基本上 就可以解決到 數碼問題 剛才說了 關於車架的問題 亦都說了 關於尺裡面的問題 我現在嘗試說 關於這個差速問題 原裝的 FREEWAYSING 這架 MINI MG 刺叉速 有兩隻 金屬芽 跟著 跟著 一個 是50萬度的油 很多朋友問 究竟 我應該是用這個 50萬度油 又或者 我本身 網上裡面所說 很久 講過 就會用這個 100萬度油 這樣的問題 或者 這架車 首先 多多一點 玩這架車的話 就會放了很多 關於田工M車的經驗 這個一定會 如果根據 我們之前 玩開的經驗的話 其實這架車 留意它的設計 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說 尾的地方 其實是沒有任何東西的 是一個 FREE ROLLING 頭呢 就有差速的 如果我們 放回 Touring身上的話 大家 現在玩開 Touring 主流的Touring 後面 就沒有差速 頭 就行這個 直濕的 那 這樣做出來的 結果是會怎樣呢 就是 車會比較 少少推 但是來說 因為你會 Dubbrake 入彎 變成 如果你用頭 直濕 尾 用刺叉的話 車其實是會走得不錯的 如果我們把Touring的想法 放回這架車 如果頭 我們用刺叉 尾 又有FREE ROLLING 其實這架車 就會很轉 很轉 如果大家 有些朋友 或是 這個M車的經驗 就會知道 通常來說 它們 頭的 磁叉 或者 豬叉 就會扭到 柔軟 又或者 用磁叉的話 用到很浪 甚至 有些人 會選擇 用什麼呢 將它 做到 直濕 因為 我們要求 駕駛 是要大力 駕駛 就像Touring 那樣 尾 如果我們 根據這架車 如果用50萬度 或者 用比較稀的油 尾 又可以有一個 像刺叉的效果 頭又有油 那你的車 就會很不定 因為車間很短 兼的你 頭用刺叉 又不夠油 所以你的車 就會轉得 比例 其實直路 會更加明顯 會看到你的車 左右兩邊折 如果 你不想車 有這樣的情況 首先 第一件事要解決 就是用一個Touring的想法 就是 將頭 調到油 硬 尾 因為你不能調 一定是Fuering 所以你就可以 這樣 你這樣的想法 頭就一定要調到油 硬 就像我們玩M車 而 本身來說 我們本身來說 這個 似差速 它跟進的是50萬度油 其實 如果相對來說 大家要留意 因為它只有兩隻齒 究竟 有些朋友都問 一隻兩隻齒 跟四隻齒 在什麼分別 其實會牽涉到 轉的時候 順滑度問題 但 你說 是不是一定是 四隻比兩隻好 就不一定 我純粹說 一個齒差的作用 又或者 如果你有玩過田工車 你看到它是三隻 所以 你說 是不是一定要兩隻三隻齒 其實沒有大問題 但 反而會牽涉到一個問題 就是牽涉到裡面 用的油 反應問題 如果 例如 50萬度油 四隻齒 跟兩隻齒 出來的反應 其實是不同的 如果 四隻齒 50萬度油 相對來說 會比較硬 會比較難動 會比較難動 尺差的結性 會比較高 但如果 只剩下兩隻齒 的話 其實相對來說 是接近 可能的感覺 會差了一半 因為你少了兩隻齒 去做一個 Fiction 或者做一個 咬 去扭它裡面的油 而多了它裡面的油 就 變成這樣 其實 用了 50萬度的兩隻齒 跟50萬度的四隻齒 兩隻齒 會比較鬆一點 一定會鬆 但是 你說兩隻齒 跟四隻齒 最大分別是什麼 就是因為它本身的油 比較多 所以它不會太容易過熱 因為過熱的話 同樣道理 過熱的話 它也會導致它裡面的油 變質 它原本應該有鐵度 就會做不到 說了關於這個兩隻齒 一隻齒 如果我 會怎樣 我會用100萬度 甚至有些人 會用一些泥膠 令它扭得很硬很硬 接近是一個直身 其實它的想法 就等於我們本身來說 玩的一些田工的M車 一樣 我要將它前面做一個直身 尾 這樣 就像是一個 好像是一個 差速的作用 這輛車的話 直路就會好 定很多 如果你用回原裝的50萬度的話 相對來說 這輛車會比較 轉很多 同樣道理 也很依靠你 這輛車是在哪個地方 玩的 如果 你這輛車 我本身來說 是在 導船街 導船街比較短 直路很短 一下子已經去了 然後就已經轉彎了 你現在可能需要 一個車比較轉 的話 用一個50萬度油 用一個月裝 但如果 你去一些比較大的車場 例如一個PIC 這樣計算的話 我們就需要頭 比較硬 如果不是的話 直路的話 直到中斷的話 或是Dubbleed的話 車就可能會轉彎 你轉彎的話 就會變成炒 所以 我一定會用回 100萬度的油 來給它 因為我自己本身來說 我希望 車子 就會在一些 更多的場地玩 例如它是TC 所以我就會這樣做 Anyway 很依靠你自己 本身玩的場地 這個油的使用度 讀船街 50萬 大一點的場 100萬 這個是我個人的意見 個人給的意見 大家看完剛才的影片之後 剛才我講的東西之後 基本上來說 我剛才講的設定 都已經可以解決了 這輛車 剛才很多的問題 其中我講的五件事 我希望做到的事情 例如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 普通車手 普通的朋友 駕駛這輛車 第二件事 就是要用到13.5 第三件事 就是要用到普通 Stick Pack 第四件事 用到M車學 第五件事 頭尾胎是一樣 其實基本上已經做到的了 至於第五點 頭尾胎一樣的時候 我自己個人 就用胎的時候 有一點點的提示 開給大家 我自己就在PYC場地 試過一些不同的胎 一些是無紋的胎 油紋的胎 通常舉個例 我這一段時間 早一段時間 我試一些 例如36度 或者32度的M車胎 我個人意見 感覺 用油紋的胎 會比沒有紋的胎 好走 油紋的胎 油紋的胎 就會比較容易 在M車上找到 所以舉個例 大家玩M車的時候 或者玩MG的時候 可以嘗試找油紋的胎 而另一方面 這輛車來說 玩的時候 我會建議 在尾上買一些胎水來塗 其實就類似於 我們現在一直在玩M車的玩法 就是頭部塗胎水 尾塗胎水 尾塗胎水 我試了幾隻胎水之後 我的意見就是 尾塗用V3的胎水 就會比較適合一點 令到車尾比較Grip 我就可以做得到 至少頭部塗胎是一樣的 但因為尾塗有點Grip 所以車子就不會太適合 如果不用V3的話 因為我以我的感覺 V3應該是市面上 暫時來說 是最Grip的胎 不用V3的話 可能車子會比較適合一點 坦白說 例如你玩一些比較長直路 就像我剛才說的 在PYC裡面玩的話 你需要的車子真的要很穩定 尤其是直路的時候 V3一定跑不掉 但如果譬如說 你去到渡船街這些地方 我要去玩一些比較 要轉一點的話 可能你用V3的話 有機會會太適合 你轉彎就會退 不能轉到裡面的彎 基本上來說 如果 就看大家 喜歡去哪些車場玩 而你去設定這個車 這個就是我基本上 我給到大家的 關於這個車的設定的意見 這輛車來說 剛才說了關於設定的問題 至於這輛車 譬如說會不會改選擇 會比較好一點呢 我都可以給大家一點點意見 那個人來說 我覺得 有什麼是需要一定換的呢 那 秘馬 我會覺得 會比較prefer 那原裝秘馬索膠呢 如果組裝的人 就會感覺到 它有少許秘馬 有少許秘馬 有少許秘馬 如果我換了金屬的話 有波頭的話 它會變成 頭秘馬 尤其是頭秘馬 會向上厚一點點 那你 用完裝索膠的話 是會叫得比較 程序堅重的 那如果我換了做 這個金屬秘馬 加到箭片的話 它的順滑度會高很多 那所以這個 我覺得是 有需要換的 而第二樣東西 我覺得可以換的話 我會prefer 就是這個 這個金屬的摩托架 那為什麼這個金屬摩托架 我會prefer 那很多朋友 就換中間那顆的 有一顆 就是X型那顆 那但是我就換這個 因為我本身來說 希望車子 就硬正一點點 那你會見到 如果我換了的話 其實車子 非常的硬正 那我會寧願 prefer 這東西 就多 因為裡面那顆 其實我自己感覺 是不會幫助得到 車子的 扭動性的關係 反而這個的話 就會有 prefer 那另外一個 我會prefer 就是換這個 頭秘馬 架 就是做這個 彈簽的 那我就暫時還沒買到 所以還沒換 那為什麼會換呢 因為其實這個塑膠 比較圓身 那如果我做這個 避馬的油壓角反應 我會見到 這個油壓架 有少許扭 其實會影響到 它的油壓反應 就是譬如 譬如你 你把油壓的反應 插上去 那時候 變成 它浪費力 去做這個扭的話 變成 你的油壓油 就不可以做到 你想要的 所以 我會prefer 用它做 彈簽 硬正 一點 讓它可以扭 就會比較好 那至於你說 這些金屬被 這些 轉向這些 其實我覺得 就不是太過必要的 那油壓方面 原裝 3Racing 油壓其實是可以的 不過我想試一試 所以才換成這個 金屬 但是 其實金屬 或者是 塑膠 不會分別很大 那所以這個 我個人意見 比如說這個 轉向 或者這個 其實不換都沒有所謂 那 那 坊間上面 就有一些 坦簽板 可以換的 那你說 有沒有需要換碳簽 其實我都說了 其實這輛車 本身是 用碳簽的話 用這個 纖維板 只是已經很硬 那如果你再換成碳簽的話 那這輛車 就真的很硬 很硬 那 太過硬的車架 就只適合一些 比較快的場地 例如 地先場地 那你才需要這麼硬 一般場地來說 我 不是很想 它硬得很厲害 雖然我換了這個 金屬架 但是問題是 所以我不想它的底板 都那麼硬 所以我會選擇 我會選擇 用纖維的 那當然 譬如說 有些坊間有些出了 纖維板 這裡比較闊 你可以把電辯 或換的東西 放在下面 那 會變成 你講的 車的耳口感 沒那麼多 那 但是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純粹作為 車的 硬正度 或者扭動性 我會選擇 用纖維板 就不用碳纖維板 另外還有一點 例如 有些朋友 會不會換金屬 這個轉向 可能會不會對那個轉向 其實 以我感覺來說 解決了你車架 本身那個 二口版 或者性的問題 其實這個轉向 不會影響到 你的車 左右繞 或者 會摺在那邊的問題 這個不是一個重點 反而 你怎樣設定好 例如 例如說 這些 推桿 或者二口版 的平整度 才會影響到 你的車 會不會摺在那邊的問題 所以這個 金屬轉向 我覺得 不是非 非常 一定要門 基本上 你會看到 我的車 其實不算 改了很大 你只不過 換了一些 比較小的 零件 讓你的車 可以走得好一點 至於 例如 換不換 這個 太螺絲 我自己就換了 不是 他本身 是 之前原裝第一袋 的螺絲問題 只不過 我自己喜歡 這是一個人喜好問題 大家可以選擇 性 去換 還是換 基本上 就是這樣 這輛車 如果大家 有什麼問題 或者 大家想 這輛車有什麼資料 更加想 去討論 的話 歡迎來到 我們遙控工房的 M車區 其中 開箱文 MG EVO 這輛開箱文 那裏 進一步 討論 我有時間 會在那裏 幫大家解釋 大家 不同的問題 關於 這輛MG 這輛MG EVO 的 說話 就是這麼多 多謝大家 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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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